你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每日一书,本期要分享的书是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? 作者是英国女作家,专栏作家埃玛伯恩,在最近的十几年里,她一直把精力放在对脏话的研究上。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,说脏话不好,不闻名,在地球上有人类居住的绝大部分地区,说脏话都是一种禁忌行为。 可是有些时候,我们依然会忍不住说脏话,那句忍不住爆粗口就是明正。 为什么我们明知说脏话是禁忌行为,却依然忍不住? 说脏话是人类的本能吗?说脏话对我们有什么益处? 我们了解完这本书就知道了。 来看第一部分,什么是脏话? 2011年,斯德哥尔摩大学,有一位专门研究脏话的语言学家,叫芒努斯荣。 他统计了全世界的数千份针对脏话的调查样本,并且给脏话下了个定义。 他说,脏话一定满足四个特征,第一,一定包括禁忌词,第二,不指代或预示实际行动,第三,脏话大体遵循特定的句式,第四,脏话一定情感性很强,具有表现及时情绪的作用。 作者在这四条的基础上,给出了一个更简洁的定义。 他认为,脏话就是情绪激愤的情况下使用的,只带普遍禁忌的词语。 简单说,脏话的本质,就是打破禁忌。 比如,在美国,黑鬼就是一句脏话,为什么? 因为它触犯了种族歧视的禁忌。 再比如,一百五十年前,我煮洒血之所以是句脏话,是因为触犯了基督教的禁忌。 再比如,在日语里,排泄物之类的词语并不算脏话,是因为日语的体系里,压根就没有排泄物禁忌。 大家不忌讳,也就谈不上触犯,当然就不算脏话。 从某个角度来说,人类天生就有打破规范,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冲动,这是人类的本能。 很多脏话说完,有种莫名的爽快感。 因为你释放了,打破禁忌的本能冲动。 当然,我们不是说,人就应该说脏话。 而是说,脏话为什么这么顽强? 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,是跟我们的本能绑定在一起的。 而神经科学家对脏话是什么看法呢? 神经学家认为,脏话是大脑的交响乐。 他们是说脏话的产生机制,就跟演奏交响乐一样复杂。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。 1848年,美国正在大修铁路,其中有一位铁路先驱,叫菲尼亚斯·盖奇。 他在一次爆破中,发生了严重的意外。 他被一根铁棍击中头部,从前额到后脑勺,打穿了一个大洞。 根据当时旁观者的回忆,盖奇在受伤之后,还因为呕吐,大脑受压,流出了大概半晚的脑组织。 但是,盖奇居然没死。 在事发地佛蒙特州的报纸上,还有一篇专门写这件事的文章,标题就叫《大难不死》,只差半晚。 命虽然保住了,但后遗症很严重。 盖奇整个人都变得很迟钝,丧失了大部分思考能力。 但是,唯独说脏话的能力不减反增,盖奇总是止不住地说脏话。 当然,今天我们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已经很明确,这是典型的惠语症。 要说本案例发生的年代,科学上对大脑的认识还存在着两大阵营。 一方将大脑比作层层叠叠的蛋糕,另一方坚称大脑比较像奶洞。 我们用这两种甜品来命名意见双方,奶洞派认为大脑凝成一块,没有分别。 这一块跟那一块都一个样,蛋糕派认为大脑内可以分出不同的部位,这一个部位跟那一个部位各似其值。 要是把奶洞挖走三分之一,剩下的还是奶洞,如果拿掉蛋糕上面的几层,结果就不一样了。 虽然这两派现在看来都不对,但显然,奶洞派偏离得更远。 而这场事故的作用之一,就是让奶洞派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。 因为很显然,盖奇的一部分脑区受损之后,相应的,只是一部分功能受损,说脏话的能力并没有减退,只是不能控制而已。 换句话说,在这场事故中,脏话就像一个路标,让脑科学的研究。 在奶洞派和蛋糕派这个路口上,少走了一段岔路。 最后通过对患者的观察,神经学家得出了这么几个结论。 第一,脏话应该是人类掌握的最早的语言之一,因为大脑中跟语言相关的区域,位于大脑的高级思维区,进化出来的时间相对晚。 而这个区域受损,只会影响逻辑表达,并不影响说脏话。 这在一定程度说明,脏话并不是后来进化出来的高级语言能力,它出现得应该更早。 第二,说脏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性思维运动,因为说脏话的时候,首先,你自己的情绪会处在一个特定的状态。 其次,你还要动用自己的共情能力,感受周围人的情绪,然后决定该说什么样的脏话,这需要我们调动自己的情绪,同理心和语言能力。 再来看第二部分,脏话的作用是什么? 我们知道了脏话可以发泄情绪,伤害别人等等,但作者认为,并不仅仅是这些作用,它还有更好的用处,那么到底有什么作用呢? 一,增加沟通效率。你可能会说,不对啊,脏话只是发泄情绪,不包含任何信息量,它只会给沟通造成干扰,怎么会增加效率呢? 假设你正在加班,任务都堆到一个月后了,这时,你身边有个同事,偏偏要拉着你讲笑话,请问,你应该要怎么拒绝呢? 你可以说,我不想听,但是,你觉得会有用吗?你也可以说,我很生气,你别再打搅我了。 但对方也未必真的能感觉到你在生气,其实,最管用的就是对他说,滚。 要想表达逻辑,或者陈述一个事实,脏话确实没用。 但是,假如要表达情绪,尤其是惊恐、愤怒、害怕之类的极端情绪,脏话的效率非常高。 但一旦把它们换成别的语言,就总感觉哪里差了点意思,借用作者的原话。 他说,脏话就是让情绪搭上语言的便车,以此获得及时的通信。 换句话说,你也可以把脏话当成是情绪的实实表达,这个功能,还会带来一个附带的结果。 就是我们在跟人沟通时,假如对方的语言当中,不经意间带出几句脏话,我们会觉得,这个人的情感状态很真实。 比如,在荷兰的伊拉斯姆斯大学,有两位教授曾经做过一个实验,模拟法庭的庭审现场。 志愿者当陪审团,再找几个演员充当被告,让志愿者判断,被告说的是不是真话。 结果发现,在阐述那些情感特别强烈的事实时,比如,我被冤枉了,在说这些情感特别强烈的内容时,假如加带一两句脏话,会让被告看起来更可信。 再比如,2017年,美国、新西兰、荷兰等几个国家的大数据分析师,一起做过一项研究,他们考察了7万多条脸书网的动态,结果发现,脏话跟谎话呈现出复相关,也就是,在一条动态里,出现脏话的概率越高,那么,这条动态潜在的谎言成分就越小。 因为撒谎是需要思考的,你需要调动自己的逻辑能力。 但是,人们在说脏话时,往往情绪比较激动,这个时候,逻辑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屏蔽掉的。 而屏蔽逻辑能力,就等于在很大程度上,失去了撒谎的能力。 这就是为什么说,适当地说一点脏话,别人反倒更容易相信。 当然,这些效果归根结底,都是因为,脏话是情绪的容器,也是表达极端情绪最高效的手段之一。 二,缓解疼痛。 假如我们不小心砸到了手脚,大概率的情况下是恶言恶语地骂两句。 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爆粗口,并不算是没有教养,而是一种正常的本能反应,并且可以缓解疼痛。 比如,有一个名叫理查德斯蒂芬斯的心理学家,曾经做过一个实验,他召集了67个志愿者,让他们把手放进冰水里,直到冷得忍不住,再拿出来。 这些志愿者分成两组,一组可以说脏话,假如你觉得冰手,可以随便骂。 而另一组禁止说脏话,结果发现,脏话组在回忆起实验过程时,普遍觉得疼痛感比非脏话组要低。 斯蒂芬斯博士个人还说道,痛觉在过去常常被视为纯粹的生理现象,但是按照现在的看法,其中不乏心理的成分。 比如,被朋友背叛,被人辱骂,在承受这些心理层面上的疼痛时,脏话也有缓解作用。 比如,有这么一个实验,实验者是一个叫做鲁迪的教授。 他把志愿者分成两组,然后让他们参加心理问卷调查。 这个调查问卷的结果早就设定好了,不管怎么答,最后的评估报告都会告诉你, 你这个人性格有严重的问题,没人喜欢你,即使结婚也长不了,这辈子注定孤独终老。 显然,这个结果对人打击很大,落实在感受上,就是很心痛,但假如让当事人说几句脏话, 他们会明显觉得,心痛的感觉小了不少。 也就是说,不管是生理疼痛还是心理疼痛,脏话都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。 作者认为,这是因为我们在说脏话的时候,或多或少的,调动了自己的暴力情绪, 而人在这个状态下,身体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,提高对疼痛的耐受力。 当然,我们要知道,脏话只是可以缓解疼痛,并不是说生病中毒也管用。 三,降低暴力。 脏话还可以降低一个团体中,发生暴力的几率。 也就是说,我们在生气的时候,很容易动手,但是如果我们用脏话骂出来以后, 就会突然感觉没有那么生气了,也就不会动手了,因为已经消气了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大多数的暴力行为,它的本质其实都是当事人在释放自己的攻击欲,暴力只是一种满足手段。 但是,假如能用别的方式满足这个攻击欲,暴力就不会真的发生,而脏话,恰好就有这个作用。 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,脏话在很大程度上,脱胎于诅咒。 换句话说,脏话是简化了的诅咒。 而诅咒,是放大了仪式感的脏话。 比如,诅咒你出门被车撞等等,当然这并不会对现实造成什么影响,但落实到当事人身上,攻击欲已经被释放了,说脏话的人心满意足,发生暴力的概率,自然就降低了。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,作者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骂脏话,而是说骂脏话是我们人类的本能。 这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,但是如果你可以控制自己骂脏话,那这就是自己的本事了。 好了,这本《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》就分享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